Hello Hello 大家好 今天很開心請到Bio Association的Libby 跟大家介紹一下一個在Birmingham的樓盤 Libby 你好 聽不聽我說話? 聽到了 大家好 上次和你合作過 有介紹過一個在曼城附近的樓盤 可能有些朋友都不太認識你們的公司 可否首先跟大家介紹一下你們的公司是做些什麼呢? 我公司叫Bio Association 我們是一間零五年成立的英國公司 我們其實有幾個總部 其實我們在香港和英國都設有辦事處 英國就在Mitchester、Bermingham和London 我們都有辦公室的 我們主要的業務都是幫買家提供一條龍的 英國買賣和售後的服務 都是連賣一些的Mortgage 或者Legal Advice 我們都會提供給我們的買家 我們其實代理的樓盤 全部都是一個全球總代理的形式 所以我們的買家是可以有樓盤的第一資訊 和確保是可以最低價去購買的 我知道你這次就準備跟大家介紹一個在白明漢裏面的新盤 對於白明漢也不是每個人都那麼熟悉的 可否首先跟大家說說白明漢這個城市有什麽特別呢 絕對可以的 其實大家對白明漢都未必很陌生 因為它始終是英國的第二大城市 其實它的地位都是英國的中部的 所以其實那個發展潛力還是很大的 那其實那些人會搬去白明漢自住 或者投資都有很多的原因 其實這個城市呢 未來陸續都會有很多投資的 pipeline在這個城市會發生的 那其實當中包括已經在走的一個 Metro的用電來行車的一個鐵路 那是一個延伸在市中心去到蘇利豪 那其實都有一些站去加進去 讓市民呢是更加方便去在那個市中心上上班呀 回家這樣的 那另外呢其實HS2呢 那可能這裡有少許延遲了 不好意思啊這裡還未改得及 那應該是2029左右呢 那就是會第一階段通車了 就是連接白明漢和倫敦的 另外了Smithfield的中學發展項目呢 大概27年都會陸續完結 那到時候呢 是會有更多的寫字樓 零售和休閒設施呢 在白明漢市中心那邊的 那我知道呢 HS2那個呢 本來都有一個計劃去買晚城 就是向北邊的 不過呢就最近就取消了 那那個呢就暫時沒有了 但是呢就是倫敦那段呢 都還是繼續在起的 那有少許補充的 是啊 沒錯 那其實因為這些原因 其實很多知名的企業呢 都進駐了在白明漢的 那其實都創造了很多個就業職位啦 那其實當中大家都熟悉的公司呢 譬如有匯豐啦 Google Sets啦 RBS啦 PWC啦 還有德勤這些呢 都在白明漢設有辦事處 甚至是Headquarter的 那或者我們看看未來白明漢的樓市的預告啦 那其實很多的研究呢都顯示到 白明漢仍然是跑贏整個英國的 那這個就是in terms of 它未來的那個樓價升幅啦 還有租金的增長 那按連其實白明漢的樓價升幅呢 都是每年5個percent的 那所以其實這個的figure呢 都在英國算是挺好的一個performance的城市啦 那其實都有很多 白明漢都有很多特質啦 是令到為什麼這麼多人會搬進去呀 或者是這麼多投資者都會繼續看 白明漢的投資價值的 那其實它的人口呢 是歐洲最年輕的城市之一啦 那其實大部分的人呢 都是大概20多至30歲 這個就是佔最大比數的 那所以這類型的人呢 很多都喜歡租房啦 或者喜歡住一些新的住宅項目的 那所以就令到白明漢呢 都是一個具投資價值的城市啦 那講多一點點我們的trap record啦 其實我們自從2017年呢 已經開始在白明漢做一些 總代理的賣賣項目的 那當中包括一個近台人街的樓盤 那叫做Excelain的 那裡面都有大概304個市中心的住宅項目 那另外呢就是Arden Gate 那也都有225個的住宅 那還有The Bank Tower啦 那這個都是目前白明漢 樓高最高的一個住宅大廈來的 那有兩座啦 那我們都是作為一個總代理的 那所以其實那麼多個白明漢的市中心樓盤 我們都做了也都差不多賣光了的時候呢 我們今天就帶來一個白明漢 一個富裕社區的總現樓 那其實如果大家呢 對白明漢有興趣 但是覺得市中心呢 又不是那麼適宜去居住的話呢 那其實這個都是一個很好的選擇啦 那這個預算都算很低的 那其實這個City Greens的項目呢 它的位置是在蘇聯河和市中心的中間 那所以其實它的樓價都反映了 在這兩個這麼貴的區 那其實它的樓價呢 還是18萬五起步的 那這個就是一房的價錢來的 那所以你其實它投資或者自主呢 都是非常適合的 那聽起來呢 都不錯啦 不過呢 就給你一個時間 講詳細一點點 這個叫做City Greens的 在白明漢裡面的一個宅居 那究竟呢 就是 有什麼選擇啦 這些戶型是怎樣的 就是還有就是 它的附近的設施是怎樣的 可以跟大家講講嗎 嗯 好啊 沒問題 是的 那這個就是我們樓盤的外形 那這個City Greens是這個尖尖地的頂的項目 那其實它有兩期 那一個就叫Block A 一個叫Block B 那看回那個Location Map 其實它是一個Sheldon Country Park的正正隔離而已 那所以其實是大家經過都非常之易認的 那附近其實紋身的東西 或者超級市場都很多啦 那Shopping Mall呢 其實兩分鐘的開車都會到一個叫Swan的Shopping Mall 那另外呢 剛才說過的一個市區的鐵路延伸呢 也都會有一個站 就在我們City Greens的附近啦 大概走六八至十分鐘左右啦 那現在呢 那個development的門口呢 都已經有一個巴士站的 那這個巴士站呢 其實去市中心 那白明漢市中心有一天啦 去蘇聯河也都有巴士的 那附近呢 其實都有很多的headquarter在附近啦 那也都有一些我們的會展的地方啦 那這些都是within十分鐘的driving time的 那聽起來的交通都不錯啦 是啊 其實這個很多當地人呢都很喜歡在一區裡住的 那提多一點travel times啦 那其實去白明漢市中心呢 開車呢就大概15分鐘 那去市中心的商場啦 那白明漢市中心呢 也是20分鐘就可以開車去到的啦 嗯 那我們compare一下啦 那其實這個區和市中心那個價錢上有些什麼分別呢 那其實我們看回市中心呢 平均尺價已經去到大概600磅一尺啦 那這個也是一房的價格來的 那我們City Greens 現在我們講的一房的單位呢 大概是18萬9000起步 那這些單位都是連賣花園的 那現在留花期購買呢 那其實都不算說很留花啦 因為我們大概11月呢都會陸續收留的 那其實差不多兩個月三個月後呢 那買家就可以立刻住進去啦 或者是立刻收租的 那如果現在這個phrase買的話呢 那其實我們是refer to launch price啦 那其實是跟market price呢 是便宜了3%的折扣優位的 那以這個赤價來說呢 去到市中心 現在說的是600磅一尺的市中心價格啦 那其實只差15分鐘車程呢 所以那個升值潛力是絕對是在的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 聽多一點點租務回報的話呢 那其實我們公司都有bemingham的lettings office啦 那如果大家要去看樓啊 甚至乎appoint我們去出租這個物業的話呢 那我們也可以幫到大家的 那出了的rental appraisal呢 大家可以refer回啦 預計的那個回報呢 是大概六厘的 那一房就大概900磅一個月啦 兩房就大概1500至1600磅一個月的 那如果買家呢 買了車位再房租的話呢 那就可以租多每個月50磅的 嗯 那車位是要另外購買的 是啦是啦 車位呢是可以除買家的意願去買啦 那每個車位都是7500磅一個而已 嗯嗯 那我們看多一點這個postcode的一些research啦 那其實過去五年呢 那個價格和我們預計那個house report呢 都很match的 那過去五年呢 其實都升了大概30% 就是按年是升了6%的價格升幅的 那但是現在樓價呢 其實比市中心的單位呢 是平近40% 那所以我們預計它陸續那個growth呢 都還會是大概每年是5%這樣 那這個location的demand supply呢是怎樣呢 那其實出租的foy period呢 大概是16天左右而已 那所以其實這個數字呢 都是非常非常之低的 其實差不多兩個禮拜 那就可以立即租出一些這樣的apartment了 嗯 那我們再看多一點那一區的人口啦 NRS的social grade呢是什麼呢 那它主要的grading都是AB和C1 那就顯示其實那裡的住客呢 都大概是一些professional的職業為主的 那他們那個household的income呢 也都是比average的高啦 那這一個區呢還有一個特點的 就是它的犯罪率啦 還有那個crime rate呢都是非常低 那治安也是辦名項數一數二的好的 這個b26的區 那所以也是一個吸引很多住客 和當地買家去買的一個因素來的 嗯 是的那大家都很關心這個效果是怎樣的 那其實B26呢那個效果都是很多 outstanding和good rating的效果的 另外我們今天其實有兩期 就是我們City Greens呢 其實有block A和block B 那它的起步價呢就是18萬5英鎊 那剛才都提到過啦 如果收樓之前購買呢 就再多3%的樓價優惠的 那再多3%的樓價優惠呢 就是我們在這個price column那裡顯示了出來的launch price 那其實都應該有二十幾個單位這樣啦 那其實今天都會選擇了一個精選的兩房園景單位呢 去跟大家share一下的 那這個就是兩房和兩個廁所的單位啦 那一個廁所就是肚瓷來的 那也是連著露台 那這個單位的實用面積呢就是818平方呎 那這個也都是只是計屋內的實用面積而已 那這個露台也都是extra的 extra的 那所以就應該整間屋呢就不止的 還有我們英國就不會計建築面積的 那所以全部都是實用的 那所以在香港的stands來講呢 可能就接近大約一千呎這麼大的一個兩房單位啦 那這個樓盤的 sorry 這個listings的折實價呢 是26萬5千英鎊的 嗯 是的 那City Greens的項目優惠有些什麼呢 其實我們有一至三房的單位啦 那某些單位呢 就有露台 某些呢就可能沒有圓景 那所以就看看大家有些什麼選擇啦 那一房單位呢其實都有 那些size都幾大 五百多至 都是五百多呎啦 兩房的單位呢就700多至800多呎都有的 那三房就相對大一點啦 那屋內呢就有1,152呎啦 另外再加一個1000呎的露台 那所以這個三房單位都是不錯的 那暫時我們有些三房單位呢 都是可以available給大家去看樓 或者如果剛好大家在白明漢 或者將會去白明漢的話呢 都歡迎和我們去聯絡啦 可以去看一個示範單位 嗯 車位也都可以按買家的request去購買的 那每個車位呢買斷的話呢就是7500磅 地租啦都是0磅的 管理費就大概1磅6sqft 每一呎 那這個是按年比的 那那個樓盤呢也都有電梯在裡面的客宅 大家就不用走樓梯啦 嗯 那講多一點環境啦 那其實附近的食肆呢都很多 那其實器具生活都非常方便啦 那樓盤一對面呢 走到1分鐘左右呢就去到一個tesco的superstore 那也是非常非常方便 附近也都有eldi或者其他 其他的superstore的 那shopping center啦 那最近的一個就叫做swain shopping center 那駕駛3分鐘呢就會去到的了 那如果大家喜歡weekend走到公園道山客堡呢 那樓盤隔離 那其實走1分鐘呢都會去到一個shelden的國家公園 那另外如果大家要去國際機場啦 甚至乎在高鐵站啊市中心啊這些呢 那也是非常近的 那這個樓盤去Airport呢都是開車大概9分鐘左右 那這個項目呢是發展商在白明漢的第12個項目來的了 那所以發展商都是非常有經驗啦 還有那個收錄標準呢都是相對是高的 嗯 是的 那重點來講呢我們9月都有些相片可以給大家看一下啦 那其實這個也是一個示範單位的相片來的 那看到其實裏面有地甸啦衣櫃啦廳的都有廚房啦 那大家收樓呢其實通常都是包 那這些廚房啊廁所呢都是全包 那預計我們11月起呢呢就會陸續去收樓啦 那可能Block B呢其實就先收樓的 那Block A就大概1月左右去收樓 嗯 那這些都是一些真實的Sheldon Park的相片來的 那當然啦剛才介紹過B29號那個單位呢 那其實看到的環境就是這樣樣的啦 那一般來說呢這個購買流程都挺standard的 那因為它也都是沒有收樓啦 那所以我們付錢都是分開幾個 那如果即日大家有興趣 預留一個單位的話呢 那有個booking fee 2500鎊 那其實這個2500鎊呢都是包含了在那個首期裏面的 這個樓盤的首期是20% 那大概預留了單位一個月內呢 就要付首期和簽合約的啦 那按揭來講呢都沒有問題的 買家呢可以在收樓前兩三個月預備去申請按揭 那收樓的時候呢就給正餘的尾數啦 尾數就是80% 那那個交易就完成的啦 那這裏如果cash buy的情況都是一樣的啦 是啦沒錯都是一樣的 嗯 剛才你提到呢就是如果是在收樓之前 買就會有個優惠啦 那有沒有具體的話就是其實是幾月幾號之前 嗯 暫定都是11月30號之前 是的 11月30號之前 那還有11月30號之前呢 買家都會送一個衣櫃的 因為本身其實清水樓呢就是沒有衣櫃 那所以剛才那張照片那個示範單位的衣櫃呢 如果大家在胡思的頻道裡面 選好單位購買的話呢 那其實發展商都會送一個衣櫃給大家的 那兩房就是送兩個衣櫃這樣啦 嗯 嗯 好的 那就多謝Liby的介紹 那我就跟大家講講啦 究竟呢就如果想想 就是覺得這個單位有興趣啦 想拿多些資料 跟著呢就是找Liby看看會不會再買的話呢 那就可以上回去胡思轉介那裏 那就有一項呢就叫做英國物業Bind Association的 那最緊要拿走這一格 那當然啦如果你有興趣 要買一些會計稅務啊 和移民律師那些都可以拿走的 不過最緊要拿走Bind Association這一格 那再提供你的電郵地址 姓名和電話號碼和聯絡方法呢 那如果有什麼問題呢 都在這個意見或秘書裡面感 那跟著呢就提交回 那就會有一個電郵就會自動回覆你了 那你也是個副本呢就會抄送給Bind Association的Liby 那到時候Liby呢就會跟你跟進一下 看看就是怎樣安排去再拿更多的資料 或者你花時間呢就是提樓的情況 那你也提提各位 那因為呢就如果大家通過胡思轉介去成功購入物業呢 那胡思有限公司呢 你也是會提供一個100英鎊的一個現金存給大家的 那這一方面呢Liby你還有沒有補充呢 關於這個什麼 暫時都沒有啦 如果大家有興趣 甚至是百明巷其他樓盤呢 都可以按回這個Bind Association的格子 跟我們聯絡的 嗯 好多謝Liby 今天就多謝Liby再跟大家介紹 這個百明巷的一個叫做City Green的一個 新樓的住宅項目 多謝了Liby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 好多謝大家拜拜 拜拜